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沙窝粉丝大虾 我这里大壳的大虾600克 你用无壳的也可以 还有些配料 鲜冬菇50克 去普通西超都可以买的 粉丝一盏50克 1个姜10克 2粒蒜头 1个红葱头 还有一条葱 还有一杯250毫升的鸡汤 我这个是用鸡汤粒开的 你用盒装或者其他高汤也可以 这个粉丝不需要浸 洗净净净水就可以了 十几分钟后它都会软 然后我们剪开它 我觉得浸过水的粉丝口感不太好 蒜头切碎 姜也是切碎 红葱头也是切碎 这个粉丝洗完水就有15分钟 它已经软了身了 我们可以略为剪一剪开它 这些虾还有很多冰 我们不需要浸水 浸水怕它会煤 我们在水喉下冲它一会就会解冻 剪走这些虾脚 有虾肠的要挑做虾肠 我这个本身已经去虾肠了 吸干水 要尽量吸干一点 我们撒一点盐在虾上 放一点胡椒粉 我这个是熟粉 用生粉也可以 薄薄撒一层 下一些油 用最大的火 将虾每边煎30秒 从来煎1个 用来煎30秒 煎3 半分钟 煎3 半分钟 煎4 半分钟 煎3 半分钟 煎5 半分钟 煎1 半分钟 煎1 半分钟 鲜冬菇可以用厨房纸抹一抹 真的要洗就在水里快速氧一氧 记得下锅才洗因为它很吸水 我们用煎虾的锅 爆一爆姜 红葱头和蒜头 爆香后加入冬菇炒一爆 加入鸡汤 调味 放入半茶匙糖 适量蠔油 我这个是鱼露 虾有放盐 也有放蠔油 如果鸡汤有味 鱼露要尽量轻手 加入粉丝 把粉丝和冬菇转入一个砂锅里 把虾放在表面 虾是大小的 所以和粉丝一起煮3分钟 如果你的虾是小小的 先煮粉丝1分钟 然后放虾进去煮2分钟 这个汁刚好 所以不要太大火 如果用大火煮的话 汁可能会煮干的 是不是 我更能确定 大家可以继续 再用大火煮 炒烤鸡 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